大家好,家底療傷,我是KT 今天我們有個嘉賓,他叫做 我叫師爺 他叫師爺 是啊,我們終於有這個美帝的入侵了 因為我不單是美帝來的 我只是講英語意義來的 講英語意義 我認識師爺就是在一些舊同學的聚會那裏 都算是一個舊同學的聚會 認識他的 他就是一個奧克羅浩馬來的 住過 奧克羅浩馬 City 奧克羅浩馬 City,如果大家不知道 就是那時候 Kevin Durant以前那隊球 奧克羅浩馬 City那裏 師爺就 因為這也是英文節目 所以他也是教大家什麽英文 他有奧克羅浩馬 City的英文 首先我們今天教第一個字 其實不是第一個字 第一個詞是Catch 22 師爺,什麽叫Catch 22 還有死不還有死 我講一個真實經歷 因為我上個星期看我的濕疹 醫生就會配了一些磊固醇的藥給我 那些磊固醇的藥 那些藥的確是令到你傷口很快賣口 亦都令到你如果有流浪就很收浪 那些東西 不過吃那些藥 會引致到你的胃很痛 那些胃 所以他也會配很多胃藥給我 他說每次吃藥之前都要吃點東西 那很壞不壞 我早兩天吃了一個我想 我懷疑是一個過期的乳酪 一個娛樂 那就是腸胃炎 磊到九彩 那磊之餘 你知道吃什麽磊什麽 但是我吃那些類固醇藥 又削胃 不吃東西又不行 那這些就叫Catch 22 可不可以仔細一下 師爺,什麽叫Catch 22 例如 如果我想開一間酒吧 那我要去拿酒牌的時候 那政府說 你 你要有個舖位才可以有個酒牌 那我就去 嘗試租一個舖位 開一間酒吧 那他就說 我們不會租給你的 因為你沒有酒牌 那這些就叫Catch 22 有沒有補充呢 師爺 師爺現在很害羞 他平時那個人不是很害羞 因為平時那個人是專 他是早過翁正正做這件事 就是和那些化園的和尚 他是非常之熟的 講講一些經歷來聽 師爺 沒有這班這樣的人 看見他就知道是假的 早幾年現在少了些 尖沙咀 尼敦道 尼敦道 通街都是 最壞的是 這班和尚 就是 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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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敲鬼佬 這班仆街 沒有問題的 繼續 就是 拿個佛牌 拿個佛牌 跟別人祝福 然後問別人拿錢 所以我見到我跟這個 我是這班 這班假和尚 來的 就讓人知道 其實真的很差 還有一次更差 在披薩店做事的時候 走進來 跟客人拿錢 阿Dee 趕他出去 就是這樣 我跟他們有一個 比較親切的經歷 我跟他們 我不會像你一樣 趕別人走 因為 因為 和尚都是人 是不是 若然別人開口 要化園也好 甚麼都好 我甚麼都給他 大家都知道 首先大家知道 甚麼叫Literally Literally Literally 其實就是名符其實地 譬如 你說 最近 香港的天氣下狗屎 如果真是下狗屎 那叫Literally 名符其實地 有一次 有一個化園的阿叔 我想他大約 五十多歲 很誠心 做了 做了那些手勢 給我看 這裡有化園 很慈祥 心裡的樣子 一看就知道他是很Harmless 很沒有傷害性的 一個中年男人 他叫我化園 做這些手勢 首先我覺得 嘩 你其實下來賺食 最主要都 起碼學一下 一兩個廣東話先 OK 你不說不要緊 因為你那個 很charismatic的笑容 那個很有魅力的笑容 蓋過了 他叫我捐東西給他 嘩 你既然這麼有魅力的笑容 我當然捐給你 那通常 那些人說 我給你什麼 如果你不給一些東西 我給你一條毛 我Literally 伸一隻手 伸到褲袋裡 不是褲袋 Sorry 伸到褲裡 扔了兩條毛 放在刀裡 那當然 這個阿叔 當初是第一個反應 是不懂怎麼反應 但之後他也是呆了 不理我 他又轉頭 不理我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撥回我的毛 但這個是我的心意 你沒理由這樣 我覺得 很小心 為何別人拿了你兩條毛 去捐你 隨便 落降頭 你喜歡 在街上見到 見到兩個一毛 一模一樣 或者誤我 誤我一些案件 挖我的意思 英文是什麼 是framed 是 framed就是屈我 這個意思 如果你說 毛 下體毛 叫做什麼 pubic hair 或者pubes 都可以 那阿師爺 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在英文上 pubic hair 和普通 hair 不同 這個我相信 大家都明白 這個 還有些什麼想補充 你說呢 有些想補充 剛才師爺說 他怕我被人落降頭 那降頭 英文是Voodoo 那些Voodoo Dolls 就是那些 你有沒有看過以前那些劇 In Anna Jones 其中有一集 是有一個公仔的人 你用一支針來插他 那個現實的人就會同 那些就叫Voodoo Dolls 師爺 最近有沒有捐血 沒有 為何不捐血 沒有上大陸 所以不用捐血 我怕我有病 你怕什麼有病 沒有啊 這陣子 沒有不時間去捐血 最近你都留意到時事 好像說很多香港的同性戀者 男同性戀者 批評這個紅十字會 因為他有一行說 如果你是男人 和一個男人發生了關係 你是不能捐血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那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不如找到我們捐血 不如找到我們捐血 好啊 不過其實那時候 我記得以前試過一隻尾腳捐 他有很多問題 他問你 有沒有叫過雞 有沒有試過 有些unprotective sex 之類的問題 嗯 你覺得自己有風險的 就不要捐血 有時 都會檢查你的 你捐血了之後 他應該檢查你 如果不行的 他會告訴你 因為我最近 我想和你一起捐血 然後在田野那邊 我就想這樣去捐血 又是男性戀 又是unprotective sex 我們要說事實給別人聽 我絕對不會這麼說 我只不過告訴他 我通常一個月裏面 都有兩次的orgies 那什麼叫orgie啊 師爺 中文應該是 無臉大會 無臉大會 我不清楚 中文不知道 總之就是搞完一堆 搞完一堆 男男女女 搞完一堆 這些叫orgie 它和gang bang是不同的 首先 gang bang 通常是 女性的數目 會少過 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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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一堆 gang bang 那些就輪 但是orgie 不是的 orgie 最多 你聽到orgie的地方 每個人都會 是 是 是 就是那些swing party 師爺 什麼叫swing party 師爺 活潑 是啊 我沒有試過 我也沒有 真的可惜 是 我也想捐一下血 來跟他說 我一個月都有兩次 orgie 可不可以捐血 我們不如做這件事 下個星期去做這件事 什麼時候 下個星期 是 節目錄音之前做了 然後告訴聽眾 聽 好嗎 看一下 make appointment 因為其實 這麼怕 大家都怕 std std 是什麼 師爺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是啊 沒錯 那就是性病 性病 不在乎那幾種 例如我們有chlamydia chlamydia 應該 我記得的 就是中文叫做醫元體 Gonarrhea Gonarrhea是什麼 臨病 那它跟daiarrhea的串法很接近 是呀 daiarrhea就是屠射 還有一個叫Syphalus Syphalus是什麼 梅毒 而且一個是最多人都認識的 叫做herpes herpes herpes 拋診 如果外國人 見到那些人的嘴角生了東西 他們是很忌忌的 因為他們知道其實 那種毒跟HERPES那種毒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是好幾樣東西 覺得是很噁心的 我記得2008年 我2008年那時回來香港 我在外醫那裡吃飯 他們看一個無線劇 那個無線劇好像是古裝 我忘記了 其中有一個女演員叫做周麥琪那個 她的嘴角就刪掉了這些東西 但是她的角色又做到很情心款款 很純潔很純情 哇 真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像你這個嘴一樣 是啊 是啊 你有沒有父親子 你有沒有收到什麼 你有沒有買東西給父親? 沒有 沒有啊 那你有沒有買什麼禮物這樣的東西? 最近 沒有 沒有 OK 不知道大家知道一個朱古力 不如我們反正都是錄音 介不介意我們唱歌給聽眾聽? 唱什麼歌? 這首歌就是我和我女朋友在一個朋友家裡打火鍋 看到一個廣告 我們很討厭那個廣告 因為基本上香港的廣告最厲害是做些什麼? 唱歌嗎? 最厲害是做一些宣傳溫馨的嘛 哦 很討厭的嘛 那些東西 是嗎? 其實可能是香港 我不知道 香港是不是家庭溫暖低呢? 所以他們要賣廣告要做些這樣的事情 我說不高啊 香港溫暖的家庭溫暖其實也很高啊 一點點 那個產品是一個朱古力來的 是一個法文名字 解釋多謝或是麻煩的 我們不要說那個牌子的名字了 無謂一句 但是當時我和我女朋友在那裡改了詞 即時改了詞 但是笑我陸底的 我們又唱 Her Peace I Give You Her P.S.T.D. 你知不知道那首歌嗎? 大家可以上網去Youtube看 很少看電視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那這陣子你忙什麼? 哈哈哈哈 我忙? 我忙些不忙的東西 你忙些不忙的東西 另外我們說一下Herpes 大家不知道 如果入冬的時候 差不多十一月 那個廣告就開始推出了 那個廣告 我說完牌子的名字也不相差 叫Herbison 是衣嘴爛嘴角的 那Herbison的名字 像什麼?大家都知道 剛才我講完拋診的英文 Herpes 但是香港人是很厲害的 做包裝的東西很厲害的 他告訴你 是衣爛嘴角 還要找些年輕人 每個人都爛嘴角 都在拍廣告 都在拍廣告 叫Herbison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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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這些 有什麼英文的 鹹鹹濕濕的東西 你也應該聽不少 是嗎? 間中 間不中 這是以前 製個底鹹濕書 學回來的 那近代一點 你知不知什麼是DSL DSL? DSL? 不是購物公司嗎? 不是 DSL是上網的 好像Cable那樣上網的快速 在那邊 但是它全名字 我忘記了是什麼 Digital 不知道什麼 但是DSL被人說 在那邊 就是說 譬如那邊的人 其實我相信 夾女的標準 跟香港人 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你有留意嗎? 例如北美那邊 那些人很喜歡Buds Buds是什麼呢? 就是屁股 那也不一定的 看人們覺得怎樣 其實我也覺得 各花入各眼 只不過 很多時候 在那邊 見的女人 很多很多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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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白的 有金頭髮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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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總體 是不是真的 好像現在香港 在北面來的女人一樣 有很多 款式 都可以 真的 真的 有些 有些公司 做事 都 DSL 我找到了 DSL 代表Digital Subscriber Line 其實就是快速上網的線 但是那邊的人 用DSL 一般的年輕人 都不是這樣叫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誰是 Angela Jolie Angela Jolie 她的嘴唇 一向被人說是性感的 很厚 但是也是 DSL Dick sucking lips 就是這樣 另外一件想說的 就是pitching the tents pitching the tents pitching the tents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去這個郊外 扎營的時候 其實就是扎營 那什麼叫做扎營 pitching the tents 去露營設置一個帳幕 是 其實pitching the tent 是有一些 咸濕的 Eufemism 哦 我知道 Eufemism Eufemism 就是把一些東西 咸濕濕濕 但是說得沒有這麼懦骨 說一些很合聽的東西 那些叫做Eufemism 或者是暗語 pitching the tent 就是選什麼 就是 條褲 你懂 你想得對 你的方向 其實就是一個 男性 男性起身的 一個心理反應 我們叫pitching the tent Morning wood Morning wood Morning wood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真人真事 不是開玩笑 既然做了節目 真的拋了出來 講了出來 我小時候 我想12歲左右 那時候在香港 我記得跟我家人去看早場 看完早場之後 就搭巴士回家 我剛好在巴士裡 欺負了 你知道欺負了之後 有什麼反應 你媽媽和爸爸 帶你去看早場 是普通戲的 但是欺負了 你不要笑一個這麼 亂犯的小朋友 那時候的小朋友 12歲 都會有正常反應 對 有正常反應 但是你不要這樣 你看不起那個小朋友 不要緊 你這樣抵毀他的家人 是不是 抵毀 我們上次教過 Diss 你不應該這樣 Diss 還有今天是你第一天做節目 你需要不需要 shout out 你的Family 聽著那些 shout out 和你打聲招呼 不用 那我繼續講故事 繼續 那接著下車的時候 因為我記得我是坐樓上的 那一我走下去 剛好那條褲子 是那些很薄很薄的 那些懶是牛仔布 但是又是牛仔布 很軟熟的 那我走下去的時候 就摸一下摸一下 摸出禍了 那我真的摸出禍了 那我真的摸出禍了 到巴士的時候 你知道還有一段時間買站了嗎 那我還沒停下來 但是我已經是 好像Pinocchio那樣 Pinocchio就是木偶 好像木偶的鼻子那樣 哇 我真的當時十二歲 非常尷尬 我怎樣呢 我找一輛那些handle 就是那些扶著的柱 哇 頂住啦 放下 不想被人見到 你問什麼 那就是 假裝巴士 搖得很厲害 你不肯撞的柱子 我當時真的想不到 我找東西就躲了 我想 我想找東西躲在後面 但是你知道那些柱子是很幼的 所以可能被人誤會 我是在摸著柱子也不行的 好 我想我們今天第一節暫時是這麼多 第二節回來再說 好 謝謝